兄弟我知道你们广东人喜欢喝汤 我能理解 我也喜欢喝 喜欢喝多来我家了 我妈天天包 但我最近发现你们有些包汤材料 也太奇葩了吧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比方说你们会用一些奇奇怪怪的动物来包汤 有吗 上次我们去鳄鱼公园玩 里面竟然有鳄鱼汤喝 你们竟然用鳄鱼肉来包汤 鳄鱼公园里面卖鳄鱼汤 不是很正常吗 而且鳄鱼肉只可定喘 补肾故精 好也来开 那里拉斯不是喝得很开心的吗 我以为你想补一下 你才想补了 那是因为你没告诉我那是鳄鱼 鳄鱼就算了 好歹是个肉 但是你们还用昆虫来包汤 我真接受不了 上个礼拜跟你去吃饭 那个汤 我喝到最后才看到有个蝎子在底下 我当场冷汗留了一地 都说你要补的啦 那个是蝎子土福林汤 那肯定有蝎子的啦 蝎子活络厨师 话语止痛 好也来开 我原本以为蝎子已经是天下无敌了 没想到你昨晚带我去吃饭 我看到一个比他更勇猛 什么什么汤 蟑螂汤 那个不是蟑螂 那个是水蟑螂 水蟑螂人 行拉倒吧 反正就是 好业来的 厉害我 食肠搭我 这也算了 他太恶心 他也是人工养殖 不好说哦 你闭嘴 最接受不了的还是 年初的时候 去你家吃饭 你妈叫我下楼 一起剪马路边的那个木棉花 我原本还以为阿姨心肠真好啊 想把大街清洁一下 把路边的那些花剪起来扔掉 但没想到 是剪来煲汤给我喝的 哎呀妈也是的 过门都是黑的啦 怎么可以去楼下收木棉花的呢 那你约工丸汁啊 裹着木棉花才漂亮 真的 问题是在哪儿剪吗 问题是剪的 喂 你有没有听过什么叫 大款食西款 西款当补本 很补的好东西来了 你那天不是喝了6晚吗 啊啊啊啊 哎 总之你们煲汤那些料 真的太奇葩了 说到奇葩 你们北方那些冰糖葫芦才奇葩吧 怎么会呢 怎么不会呢 冰糖香菜 冰糖生姜 冰糖大蒜 哦 no 冰糖苦瓜 冰糖辣条 冰糖方便面 还有冰糖 行行行行行 其实我也接受不了